所以在這個時刻,如果你想撐些股份,有些什麼股去撐呢? 我覺得你真的撐起來就會用好了,因為始終你那個通脹無論你怎樣搞都好 因為這些能量的價格都收起來,再加上這樣緊張的情況之下 運輸環境和你匯控它,因為它公佈了業績,你那個業績都不斷兩件事起碼數字了 你又派業績,又有些回購,雖然那個回購是少過某些行的預期 但是它那個都叫做有不同的因素,是給了一個支持 再加上,你看看那個業績都是對版的,都是符合自信的預期 所以,如果你看看那個,無論是實務方面,因為你撐些本地的銀行股 就比較是有些問題,比如說你恆生或者是中銀香港 因為本地那個業務,它相對上比較重 而你又怕它,其實股東也有的,但它始終是比較大一些 在國際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在英國那邊也有些銀行股 歐洲那邊,是比較大一些 所以現在的受惠的環境,以及受到本地的疫情拖累 都有,但相對上是小 但是,如果你真的這樣做承接,它對下來 你在那些星軌股近,即是五十多五十三元左右 你可以考慮一下,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吸納 但我覺得都是,因為始終是沒有那麼明朗 而它真的有機會遲轉下來 可以的話,都是分刀兩三柱去買 第一次注意,看看是五十二柱,五十三元 就是靠近這個星軌,以及之前的低位附近 看來會找到一個支持 如果再穿了兩柱去,其實有機會就會去一點點 可能去到四十多元,我覺得去到之前的這些高位 其實都是有些機會,才找到支持,其實有些機會 這些高位是到四十八元附近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真的五十二至五十三,你去入獎之後 這支鏡頭,原來是局勢好測,打穿回來 你再入獎的話,我覺得你應該是再低一點 可能去到四十八元附近的水平 如果捨得倒的話,才去考慮 如果捨不得倒的話,我覺得你先打一會 再等一下,去到四十五元附近 找到支持,才再後 這樣我來說會比較安全一點 雖然我覺得清場蝕 在一個環境之下,和營運 在這個環境之下,匯控是相對上一直 比較值得去考慮估計 但你不能夠完全去测視市場的情緒 和技術走勢,特別是在這種時刻 在一個比較由市場情緒主導的情況之下 那是股價走勢,都是值得去 Price先進去,和你的部署策略裡面 所以你要記住,我覺得現在選的股 好,你真是穩善一點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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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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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